哇 福建的踩沙船越界了吗 跑到马祖来抽沙 整个带弹 整个完蛋 还是整米都没睡 铁堡好美呀 铁堡有无敌海景 这辆七蛙人部队的神秘基地 到马祖一定要体验马祖的战地风情 这里的战备坑道和军事碉堡超级多 我们要去看最知名的铁堡 还要看马祖最有名的地标 整戈代旦精神标语 此外 我们意外地发现大陆踩沙船 可能越界到马祖海域来抽沙 整戈代旦 我们来咯 整戈代旦是马祖最知名的地标 只要你到马祖南竿 一定会看到山头上 整戈代旦这四个大字 我背后的整戈代旦这四个字 是老蒋总统蒋介石 他在1958年巡视马祖的时候提写的字 字面上的意义就是 我倚靠在枪上等待黎明 当年这是为了要勉励 驻守在马祖前线的官兵 整戈代旦 这也是在向海峡对岸喊话 我们准备好咯 如果用台语的玩笑话来说 那就是整戈代旦啊 就是我整米都没捆 我在吃吃饭蛋里 当年的军政府不但把整个代旦放在山头上 还在山腰树立了老蒋总统的雕像 让他望向大海 望向当年抵对的中国大陆 不过讽刺的是 60年后 望向大海的老蒋总统 没看到共军大规模登陆马祖 但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 现在大陆的彩沙船 已经越过海峡中线 到马祖海域来抽沙 千尘七点钟 可以看到海面上 远远远远的地方 我说远是用这个目测距离啦 海面上可以看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总共有八艘的彩沙船 这些彩沙船 都是大陆福建那边的彩沙船 这应该 这算是海峡中线吗 还是已经过了海峡中线 不知道 凤哥这支影片的拍摄时间 是2022年6月12号清晨 当时站在南竿的港边 就可以看到大陆的彩沙船 在马祖外海抽沙 不知道抽沙船 有没有越过海峡中线 是马祖这边习以为常 还是福建那边吃人够够 假囊告稿 八艘彩沙船 就是没看到有人过去取缔 在地的导游甚至开玩笑说 我们在马祖看到的金色沙滩 全都是大陆福建民将重刷过来的 这种说法是物归原主吗 还是对海沙船视而不见 反正我们游客听了以后 脸上三条线 就留给历史去检验吧 在我背后的沙滩上 有海军的舰艇 你认为他们会去海峡中线 举行取缔的任务吗 这好像不干我的事哦 风哥这次到马祖 是来跳岛旅游的 风哥的风言风语 我们这一期是来体验 马祖的战地风情 不是来管政治的 好咯 下一站 我们要去知名的网红景点 铁堡 Let's go 铁堡 铁堡就在眼前 它就在海中央 很多游客站在阶梯上 从高处俯瞰铁堡 如果把铁堡 当作是纯粹的景点 铁堡真的好美 这里有无敌海景 有一种一世独立的美感 站在山头往海边看 请看我手指笔画的方向 那个离岸的小小岛 就是马祖南竿非常知名的铁堡 花人驻守在这个外岛的岛礁上 就是用眼前这一座人工搭建的桥梁 来和南竿本岛做连结 到了铁堡的入口 当年官兵是一锤一锤 凿开并且挖空 这个硬的像铁一样的胶岩 才盖成我背后这座海中的铁堡 好咯 我们就进去参观参观咯 这上面写着51 不是门牌号码 而是坑道据点的号码 这个马祖这边的坑道 都是用阿拉伯数字来编号的 这是51号的据点 我们现在就往坑道里面来看看 这里是机枪室 这个地方就是 这也是架射机枪 架射机枪然后透过这个窗口 向外对视 也是海边 阻挡北军 标堡里的每一个射击枪口 他们都望向大海 瞄准对岸 见证了两岸军事对峙的肃杀年代 你很难想象 这个奇奇飞飞又冷又湿的地方 其实它是官兵的床位 而且它还分上下铺 那时候真是辛苦啊 住在这里的蛙兵 这是官兵床位 这个地方有 看到上下铺了吧 总空的四个床位 很辛苦啊 睡在这边 铁堡里的坑道非常狭窄 而且低矮 还好这里麻雀虽小 但是五脏俱全 只不过可以想象 当年的居住条件 真的非常非常刻苦 九名住在铁堡坑道里的班兵 他们日日夜夜 防守这个海中的要塞 走出铁堡 沿岸的礁石上面 还可以看到让人惊艳的防御公式 我现在站在铁堡的外面 很奇怪哦 在我背后的礁岩上面 有一坨一坨很奇怪的东西 这一坨一坨奇怪的东西 导游要我们看仔细 你看它们其实是尖锐的碎玻璃 在碎玻璃上面再涂上水泥 这是因为早年为了防范对岸的水轨上岸摸哨 才会在礁岩上铺满碎玻璃 除了碎玻璃 铁岛附近的礁石上 不管远近都还另外种满了带刺的球麻 这海边种了很多球麻 为什么要种球麻 很重要的原因是 球麻上面有很多的刺 这些刺就跟旁边的铁吉林一样 它有防止当时大陆那边的 北军水轨摸黑上岸的功能 离开山海一线 景观非常古特的铁堡之后 我们来到整个带旦山头附近的另一个景点 要来参观编号No.1的圣利堡 走进天字第一号的圣利堡 立刻感觉到它的坑道宽度和高度 比起刚刚参观过的铁堡要宽大许多 因为这里是长官住的地方 圣利堡曾经是马祖高阶军官的指挥所 这里不单生活设施相对完善 裤藏的武器装备也很丰富 弹钥匙 火箭弹 枪弹 瘤弹 小瘤弹 碉堡坑道里的每一个射击枪口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望向大海 瞄准对岸 速杀的气氛 再一次见证了两岸军事对峙的恐怖年代 马祖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的坑道 有一百多个坑道 就说应该是1955年以后大成岛撤退了以后 当时的蒋介石他的军事顾问团 日本的军事顾问给他建议要挖坑道 因为在马祖这个地方他只能守而无法攻 所以挖坑道对于没有地形遮蔽物来说 马祖挖坑道大概是唯一守的最好的方法 所以马祖这边坑道非常非常的多 马祖的几个岛并不大 但他却有一百多个大大小小的军事坑道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蒋介石当总统的时候 拼取了日本军事顾问团 白团的建议 相信马祖是一守难攻 所以拼命地在马祖挖坑道做防卫 当年的蒋介石可能相信整个代旦一定成功 所以才会提字 并且立下我背后的精神标语 来鼓励马祖官兵 让他们相信整个代旦一定成功 不过幸运的是60年过去了 再回头看整个代旦这四个字 很多马祖人都笑说 还好 还好当年马祖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登陆作战 要不然整个代旦的后果很可能就会变成整个完蛋 负责导览的导游还说 整个代旦的下一句还真的应该叫做整个完蛋 或者就像台语说的整个代旦就是 整夜都没睡觉了 因为都在整个代旦 马祖过去是战地的最前线 台湾很多人对马祖是避之唯恐不及 当兵的时候如果抽签抽到了金马奖 那一定是呼天抢地哀北救沃 但是1994年马祖开放观光之后 这里罕见而且特有的占地风貌 特别是极具特色的地下坑道 反而吸引了大批观光客 观光客来这里都会觉得 占地马祖一辈子真的至少要来一次 所以不要打仗不要战争 两岸要和平相处 开发经济发展观光 下一期的马祖跳岛游 风哥我要去品尝平民美食 去喝马祖的纯香美酒 至于这一期我们就先到这里 再见咯 拜拜 拜拜